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只要吃牛油 只要塗面包 举手吧 大部分人都吃过 是不是 根据消委会上年在2018年的4月出了一份报告 是关于一些食用的牛油的成份的调查 消委会就在超级市场 在一些便利店 在一些百货公司收集了30个不同的样本去检查 检查的结果显示 当中有18款的人造牛油 含有一种成份 是致癌物的成份 叫做还养丙醇 含量是每公斤13至640毫克不等 而由于这个还养丙醇这个致癌物的影响 消委会就建议市民尽量减少食用 所以我们都要少些食用这些牛油 而这一次的检查当中 消委会就发现大部分的样本的营养标签 和食物的真实的成份是有些不同的 我们可以看到 在这个报告中反映出 就是食物的标签、标示和真实的含量 其实是需要去相符的 才可以令人来知道 食用了这些东西之后 能够知道那个影响有多大 或者有什么影响 这个是非常重要 同样我们在座的大兄姊妹 相信大部分都已经信了主 我们都是成为光明的子女 而我们的生命 究竟有没有光明子女的特质 和我们这个身份的称呼 来称呼呢 我们来继续今天的讲题 今天的讲题就是光明子女的特质 也是《以乎所书》的第十讲 是承接着上个星期 《寿方传道》他也说了 就是我们作为光明子女应有的行为 特别在上文第五章第二节那里说 我们要凭爱心行事 作土神喜悦的事情 在我们的生命当中 我们要能够将我们的光 来照在其他人面前 也都让其他人的生命 能够得着福音的好处 而今天我们所讲的 光明子女这个题目 今天光明子女的特质 究竟我们光明子女行为的背后 有什么特质呢 让我们可以从几方面来看的 分别是对自己 对别人和对神三方面的 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的经文 《以乎所书》第五章十五至二十节 我们一起来读出 预备起 你们要谨慎行事 不要像愚昧人 当像智慧人 要爱惜光阴 因为现今的世代邪恶 不要作糊涂人 要明白主的旨意如何 不要聚走 走能使人放荡 乃要被圣灵充满 当用诗章 重词 灵歌 彼此对说 口唱 心和地 赞美主 凡事要奉 送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 上上 感谢父神 让我们一起来到 有一段安静的时间 我们一起来祈祷 的信息 以至到 我们能够可以 在你自己话语里面 得着 提醒 和帮助 求主你亲自的来带领 也都让你自己的话语 来满足我们的心 因为我们知道 我们聆听 神你自己话语的时候 就是敬拜你 就是与神你自己相遇的时候 求主你亲自的来带领 多谢主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好 第一点想和大家分享 就是对自己那方面 我们要怎么做呢 我们要自慰謹慎 把握时机 经文就是在第15-16节 这两节 在第15节那里 保罗教导信徒 要謹慎行事 原文一开始 其实是有所义两个字的 意思就是其实和上文十四节 讲到信徒被基督光照之后 应当要有的一个样式 在光明当中来行事 而下文继续讲到 这个光明之始的特质 那里说你们要 要这个字 原文其实是带有命令的语气 意思就是信徒要留心 谨慎的来到去遵行 而謹慎行事 就是指到要小心翼翼 沾前顾后 仔细地去了解和检查的意思 例如是什么呢 例如是有时候 我们都会遇到一些下雨的时候 是吧 当你下雨 走在街的路上的时候 特别在座有些长者 有些弟兄姊妹 你走路的时候都会怎么样 很小心翼翼 很留心 地上面或者周围的情况 很小心地走路或者过马路 以免避免一些跌倒或者意外 如果你是在银行做职员的 又或者你是从事会计行业的 当然了 最重要的是什么呢 就是要数钱了 当你数钱的时候 你都会很专注 很谨慎 很小心 以免出错 待会出错之后 可能又要加班 又要花点时间 去找一些错误的地方 这个就是谨慎行事的表现 接下来 经文里面说到 有一对的一个对比 一个正面和负面的一个对比 包括是什么呢 就是愚昧人和智慧人 大家知不知道什么叫愚昧人 现今的人可能理解愚昧人是很愚蠢 没有记性 或者脑筋转数能力很慢 欠缺组织能力的人 但其实在圣经里面 讲到愚昧人其实是指到那些 没有智慧 糊涂的 以行恶为乐 心中没有神 自以为是 以自我为中心的人 而相反 智慧人是指到那些已经相信了主 并且明白 神在他身上的旨意 在生命各个的层面里面 能够去见证神 有神的同在和带领 并且愿意遵行神吩咐的人 而我们一同一都是去想一下 我们究竟现在的状况 我们究竟是愚昧人 还是还是智慧人 而光明子女另外一个特质 就是要爱惜光阴 爱惜光阴这个词 在《新汉与译本》译作 很好的把握时机 信徒要爱惜光阴 意思就是不单止 只是指到我们好好地来珍惜时间 这么简单 而更加重要的是 我们要留意每一个机会的来临 要把握这些机会 去做应该要做的事情 例如 天文台已经预报 台风将会在一日之后 就会侵袭香港 大概会在一百公里范围内掠过的 呼吁市民你们要做好些防风措施 以免意外的发生 相信有安全意识的市民 特别如果你是住在一些郊区 低华地区的 你都会特别醒神 你都会留意一下 做好些防风的措施 检查可能排水系统 唱不唱通 或者预备一些沙包等等 目的就是防止水 就是倒灌入屋 另外就可能 你会贴一些胶纸 在一些窗上 防止一些风 来吹裂窗 去年台风 台风记得谁 山竹 大家都可能经历过 有些市民 我看电视 有些市民 都来将那些胶纸 贴上整个字 山竹两个字 我们又很紧记 山竹这个台风的威力 相信大家都经历过 甚至现在仍然看到 很多周围的地方 都是被这个台风影响 这个台风的威力实在很厉害 简单来说 当我们遇到台风的时候 我们都会第一时间 把握时机要做 应当要做的事情 同样 在我们身边所认识的人 他们可能未认识相信主 我们都要把握时机 跟他们建立一个好的关系 关心他们的需要 并且来把握一些机会 跟他们分享信仰 带领他们认识相信主 让他们得着这个救恩 好了 保罗在这里这样表达 为什么信徒要好好把握时机呢 在经文第十六节那里继续去说 就是因为现今的世代邪恶 邪恶在当时的时代 是视为一个末后的日子 一个重要的特点 而这个日子里面是充斥着很多 很多的罪恶和情恶的人 在社会上有很多不公平的事情 各人偏行纪录 行视为人 偏离了真道 不单止当时的情况 其实大家再看看 现在的情况可能都是这样 信徒在这个年代里面 很容易被罪恶 或者被人影响 而没有好好把握时间 在这个末世里面 做应当要做的事情 因而可能浪费了很多的时间 因此我们作为信徒的 都要来对抗 现今世代的一个价值观 被主改变过来 把握时机 有智慧的来去分辨和判断 在生命的里面来为主 来去工作 曾经看过一位弟兄的见证 他叫做艾托星 可能大家都看过他的著作 在他的著作 《抗野》的见识那里分享到 他说有一天 主就感动了他的心 要他来关心探望一位弟兄 鼓励他在信仰的里面 来去专心追求 不要放弃 于是他就纯服 神的感动 来去鼓励这位弟兄 鼓励他来追求 在信仰上面追求 过了一段时间 过了五年之后 发觉这位被鼓励的弟兄 他就恩着神哥的带领 成为神的器皿 到处来传人福音 来去拯救灵魂 艾托星回想在五年前 恩着他当年 顺服主个的感动 把握时机 来去关心 和鼓励这位弟兄 让这位弟兄 能够有机会 去为神工作 艾托星自己觉得 他就在救恩上面有份 他觉得很感恩 因为他能够鼓励这位弟兄 而这位弟兄 能够为主工作 同样今天 我们都好好学习一下 珍惜时间 来到去关心我们身边的人 这个人可能是你的同一间屋 但却是一直关系一般的家人 又或者可能你经常见面的 可能是同事 或者是朋友 他们可能有一些心事 或者可能闷闷不落 需要人的问候和关心 让我们来到好好把握时机 有智慧地去做神 要我们去做应做的事情 然后我们继续来到去 看看一段经文 一节的经文 五章十九节上半节 我们一起读出 当用诗章 仲词 灵歌 彼此对说 好了 在这里 可以了 第二点跟大家分享的 就是我们面对别人的时候 我们要如何呢 我们要彼此分享 互相学习 信徒除了留意自己的生命的成长之外 更加重要的是 让我们的生命的经历 见证 能够可以祝福我们身边的人 信徒究竟可以用一些什么来跟别人分享呢 在经文里面十九节那里说 就用诗章 仲词和灵歌 这三样东西都是跟诗歌有关系的 他们都是有一些的 都是一个媒体 分别地有不同的意思 乘在着不同的内容 有学者就认为 诗章就是指导旧约的诗篇 是旧约诗人的赞美 祈祷和认罪 诗章这个诗原文和其他在新约当中的经文 包括《路加福音》二十章或者二十四章那里 诗篇这个诗是同属一个诗的 都是指导旧约的诗篇 因此我们可以相信 诗章这个诗可以理解为旧约的诗篇 而当然了 昔日的诗篇其实是有音乐的 是可以唱中的 有时候我们读诗篇的时候都会看到一些诗篇写着 开始的时候写着一些调用百合花 或者调用流离歌等等 这些其实是在表达什么呢 其实是在表达诗歌的意境 一份的情景 当然我们也没办法去找到当时昔日的诗篇那些诗歌的音乐 但是呢 现在其实你会听到或者唱过很多有关于诗篇的诗歌 大家懂得唱的吗 最熟悉的是哪一篇呢 诗篇二十三篇 怎么唱的 就是耶耶和华是我母者 我必以不自已缺乏 是的 那还有很多了 当然大家会继续唱下去 对吗 很大的提醒是吧 当我们唱的时候 或者我们再想回这首歌的时候 我们就知道耶和华是我们的牧者 我们必不自缺乏 又或者另外一首可能大家都很熟悉的 就是诗篇一百二十一篇 知道哪一首吗 是的 我要什么 《向山举牧》 那首是 我要向高山举牧 我们帮助从何以来 我的帮助从哪里来 诗篇说 耶和华以来 对不对 这些诗篇都帮助我们 能够可以来到去思想 神就是我们的帮助 当然还有很多很多的诗篇 让我们能够来到去被提醒 能够来到去知道 神就是我们的帮助 《中词》了 《中词》就是指导早期教会的诗歌 是历代信徒经历神的恩典之后 写出来的一些诗歌 而歌词是着重表达神学上面的一些表达 或者是完整救恩的一些观念 而现在我们所认识的诗歌 一些传统的诗集里面 特别是可能有很多节数的诗歌 都是将神的救恩很完整地来说出来的 其中一首诗歌就是《荣耀三一神》 这首诗歌其实是讲到三位一体的真理 又例如是一首大家都很熟悉的 就是《李真伟大》 大家都应该唱过 就是讲到神歌的创造 神歌的大能 还有很多诗歌 都是讲述神歌的真理 神歌的属性 神歌的真理歌的教导 让我们能够透过诗歌去更加认识神 另外灵歌 有部分的学者指的是一些短歌 主要内容是诗人经历了神的恩典之后 心里面有一些感动而作的诗歌 也都在作的过程当中 圣灵一直带领他感动他 是比较着重个人的一个经历 例如一首歌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唱歌 就是《神我爱你》 有没有唱歌 《神我爱你》 《传现我歌声》 这首其实是什么呢 就是去表达我们对神歌的爱慕 很直接的 让诗歌 让歌词来说给神听 对神歌的爱慕 就是这样 这些诗歌 不同的诗歌 都帮助我们向神来表达 我们不单止自己去唱诗歌 去听诗歌 更加重要的是什么呢 在圣经里面说我们要彼此对说 彼此其实是牵涉到群体的沟通 和人建立关系的层面 有横向的作用 我们可以运用诗歌 如果达至彼此对说的效果 是如何彼此对说呢 其中一个方法就是诗歌分享 可以在诗歌分享 可以在团契里面 小组里面 或者你可以在网组里面 或者在网组里面 或者在网组里面 和别人来分享 有些诗歌 你能够来到有些得着 或者经历的时候 就是这样的 来和别人分享 让弟兄姊妹之间 都来彼此去建立 更加的去认识 一起的来到去建立 那个关系更加密切 前两个月 我有机会来参加一个工作坊 三日的工作坊 一间来自新加坡的教会 那间教会很被神祝福 特别祝福一些年轻人 那间教会平均年龄 都是22岁而已 每个都是年轻人 其中有一个敬拜带领者 他分享他自己侍奉的经验 他就分享到 一个令他在侍奉的得力的地方 就是聆听诗歌 他就分享到 在聆听诗歌的过程当中 其实就是将神的话圣经 圣经里面的应许、安慰、帮助 常传在自己的心里面 自己就可以随时运用这些诗歌 来去敬拜神 来到向神表达爱意 和表达自己的感受 与此同时 他能够可以来到 和其他一些敬拜队的队员 来到去分享 和大家予次的来到去鼓励 一同的来到去仰望神 这个其实是一个非常好的操练 当然了 对于我们信徒来说 你可能未必是敬拜队队员 或者是司班长 司班队队员 但我们都可以来听诗歌 是吧 我们都会唱诗歌 是吧 所以我们就要一起去唱诗歌 亦都一起去分享诗歌 彼此的来到去建立 一起来到经历神歌的提醒 接着来我们继续去读经文 五章十七节 十八节、十九节、二十节 十九节我们只读 下面那节就可以了 好,我们一起读出 不要作糊涂人 要明白主的旨意如何 不要醉酒 酒能使人放荡 乃要被圣灵充满 口唱心和赞美主 凡事要奉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 尚尚感谢父神 第三点准跟大家分享的就是 对神那方面 我们要明白主的旨意 诚心赞主 在第十七节的开头那里 其实原文都是有因此这两个字的 意思就是紧接着十六节那里所说 我们要好好地来到去把握时机 怎样做呢 就是不要做糊涂人 要明白主的旨意 糊涂人这几个字 其实和十五节的愚昧人的意思 其实相若 都是指到那些只是喜欢靠自己 心中没有神的人 保罗在这里说 不作糊涂人 即是怎样做呢 做些什么呢 这样 在第十七节的下半节 那里讲到什么 那里讲到要明白主的旨意如何 究竟主的旨意是什么意思呢 我们可以参考上文九至十一节 我在这里讲给大家听的意思就可以了 那里讲到信徒要有良善公义诚实的行为 要揭露那些暗昧的事情 并且帮助那些暗昧事情的人 让人重新改过 这个就是去明白行出神哥的旨意 例如大家可能都看电视 都看过 有一个广告就是叫人不要吸毒 大家有没有看过 可能都有留意 面对毒品的引诱的时候 他有一个口号 大家知不知道 或者都听过 OK 站硬 不懂事 向毒品说不 是吧 OK 我想起这个广告的时候 又令我想起 青少部十二楼的礼堂那里 都有一个英文的口号 很像的 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 OK 那句的口号是用英文的 它就是这样说 它叫Stand firm in Christ 中文翻译就是 站硬 站硬在耶稣的里面 是的 好 大家跟我读一次 站硬在耶稣里面 站硬在耶稣里面 是的 站硬在耶稣里面 我们要这样去认知 即是当我来到站硬 倚靠神的时候 其实某程度上 我们就行出神的旨意的时候 其实我们都已经是成功的一半 我们就能够可以继续靠着耶稣 来到去一齐的 来到行出神的心意 特别呢 在这个的 现时的社会气氛的底下 我们都特别呢 要在哪一方面谨慎呢 就是在言语方面来到去谨慎 不要就是 就是随便来到去讲别人的闲话或者坏话 我们都明白 我们都知道 就是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不同的感受 不同的意见 就正如在上文四章二十九节那里所讲 那里说 只要随时说造就人的好话 叫听见的人得益处 让我们能够可以去多讲一些建立人的说话 能够造就人的说话 去造就我们身边的人 而另外一方面呢 我们都要去学习的 就是要怎样呢 就是要去聆听 聆听 包容和接纳 并且以祷告的来到去纪念一些的人 或者现在的情况 一些事情等等 相信我们如果可以这样做的时候 我们就有良善 有公义 有诚实的行为 明白主的心意 行主所喜悦的事情 在第十八节那里继续提到 醉酒和圣灵充满 在这里为什么会提到醉酒的事情呢 究竟醉酒和圣灵充满 两者之间又有什么关系呢 我们从一些新约文献的资料去翻查 就显示到新约当时第一世纪 醉酒是当时社会一个坏风气的现象 保罗就是利用人对这个坏风气的现象 作一个暗喻 意思就是表示 醉酒的这个行为 是人被酒精来到所充满之后放荡 来到行出一些不好的行为 可能失去了理智 或者失去了智控的能力 任意妄为来做一些事情 而自我控制权 人的自我控制权 就放在酒精上 使得人伸受其害 不单止伤害自己 也伤害别人 大家都知道了 OK 当喝了酒的时候 广告也有说 就不要怎样 不要开车 如果你们开车的话 就要小心了 不要喝酒 是吧 相信大家都明白 酒精所带来的和害 作为我们信徒 我们也不要被坏风气 这些酒精所影响 被酒精控制 相反我们要怎样呢 圣经里面所说 我们要被圣灵充满 被圣灵充满 在圆文当中 是带有命令的语气的 意思就是说 保罗要命令信徒 要将自己的掌控权 圆圆传传的 来去交给圣灵 来去管理 人要聆听圣灵的提醒 顺服圣灵的教导 和感动 有着圣灵的指引 知道主的旨意 遵从主的吩咐来去行 当然了 坐着的大兄姊妹 我们都可能未必喝酒 是不是 我们都更加提不上 我们醉酒的事情 但是在我们生命的当中 生活的当中 会不会有一些事情 有一些事情 或者有一些思想 或者有一些旧有的价值观念 经常在我们的里面 占据着我们的思想 甚至可能掌控着我们的人生方向呢 我们的思想和行为 是不是仍然好像 在未信主之前 那个境况分别不大呢 我们的内心 有没有一份更加 学慕认识神的一份动机呢 当然了 我们已经相信了主的人 已经接受了主的人 愿意我们不要被世界的事情所影响 而是要怎样呢 这个经文所说 要被圣灵来到掌管和充满 让我们的生命被主更生和变化 行在主的光明的道路当中 曾经看过一位弟兄 他的见证的分享 他在未信主之前 他在说话的时候 经常都会加一些连接词 或者一些助语词 大家都知道是什么了 就是粗口 是的 他当时在制衣厂那里 去做一些烫衣的工作 有一些朋友来到制衣厂那里 去探他 在谈话当中 他当然就继续讲很多这些连接词 他的同事 是一位女同事 他很不满意 他经常在那里讲粗口 不断地去做一些面部表情 但他毫无羞耻之心 继续来到他讲 很流畅地来到他讲 如是者就是这样继续工作 后来他就有机会去到一间五金厂那里 转到五金厂那里做一些学徒 在学徒的期间 他就要去一些工业学院来读书 那当然他去读书 在学校上读的时候 仍然继续讲很多粗口 那同学呢 就忍不住 就帮他起了个花名 就叫做粗口王 是的 就是说他讲粗口讲得很厉害 那他听到这个名字的时候 他都觉得很难听 就是用这个这样的字来形容他 但是他又觉得很难去戒掉这个坏习惯 但是感谢神的怜悯和恩典 主就透过一个基督徒 就来到那间五金厂工作 这位基督徒就带这位弟兄 就来到去上教会 去一次教会的旅行 在教会旅行当中 他听到一些基督徒的见证 他觉得这些基督徒的见证 生命的改变 不是心理作用的 而是有神的改变 在当时他在听见证的时候 他突然在脑海里浮现出一幅图画 就是什么呢 就是在地狱里面 有很多犯罪的人被火烧他们的那种痛苦 他突然觉得很害怕 于是他就不想像那些被火烧的人 一样那么痛苦 于是他就立即来去悔改 来去祈祷 求耶稣来帮助 并且愿意接受耶稣为他个人的救主 于是他祷告完之后 那个影像就没有了 他心里面有那份的平安 他信了主之后 主就慢慢来帮他 在不同的一些罪恶当中释放出来 让他来到去胜过这些罪恶 当然也包括讲粗口的坏习惯 让他都能够来到去 好好地来到去见证主 在当中 有一次他也分享 就是说他跟同学来到去聊电话的时候 同学就很稀奇他 为什么一句粗口都没有说话 他觉得主来到去改变他 因为他觉得讲粗口都是不好的 他就在当中来到继续见证主的作为 从这位弟兄经历过主以外 圣灵在他生命当中来到去工作 他的生命就来到去改变过来 用他的生命继续来到去见证和传扬主 而今天我们怎样的来到去 更深的来到去经历主 生命被主来到去改变呢 经文那里所说 我们要去敬拜去赞美我们的主 而敬拜赞美主的时候 其实这个行动的背后就是什么呢 是一份的认信 认信就是相信我们 无论我们在什么的环境当中 开心或者悲伤 信景或者逆景 有情感 或者可能没有动力都好 我们都要来到去崇拜 我们都要来到去寻求神 是吧 是的 这个就是我们对神的一个信心 一个的认信 因为我们知道 神是配得我们去敬拜那位的主 当然我们也知道 神去做万物 统观万有 也有恩典的神 简单来说 就是我们无论什么境况都好 我们都要学习来到神的面前 来到去亲近祂 我们不单止去敬拜主 更加重要的就是保罗勸面我们 我们要如何 我们要向主来去献上感恩 特别在二十节那里说到 讲述我们去感谢神 其实有两种态度 第一就是如何呢 就是要凡事 凡事就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好的事情或者不好的事情 顺境或者逆境 或者当你很足够或者很缺乏的时候 都要怎样呢 都要向神感恩 一方面就是学习来到对神有信心 另一方面就是让我们能够可以 在面对这些的环境当中 来到去给自己一些空间 让我们再一次来到转向神 来到寻找神 来到去经历神 让我们的目光来到去转向神的身上 美国有一个社会学家 叫做加雷·欧登·伯格的著作 《最好的场所》 一书当中呢 就提出一个理论 就是第三场所的概念 解释呢 人除了住家 就是第一场所 就是我们的家 第一场所 第二场所就是哪里呢 就是我们工作的场所 那么我们需要有第三的一个场所 或者第三的空间 这个空间是包括什么呢 包括可能是咖啡店 可能是书店 可能是餐厅 可能是教会 又或者是郊外 如果你们喜欢行山的 可以行山 远足等等 这个就是一个第三的一个空间 一个的场景 目的是让人能够透过休息 透过一些的兴趣 或者透过一些的玩乐 再次的来得力 同样 我们信徒 对我们来说 我们都要去为自己去制造一个第三的场景 让我们暂时离开我们的战场 我们来到去转目 再次来到去思想 和去专注在神的身上 我就认识一位的姊妹 她的工作是去做会计的 可能大家都知道了 做会计呢 很多时候都要说一些的死线 都要在某一些的日期 都要做好一些的工作 或者一年 一年到之后 就有一个年度的结算 这位姊妹的上司很严厉 事事都要求很高 又要急又要快 特别在结算的死线之前 所有一定要做好 或者在结算之前都要完成它 这位姊妹就有很大的压力 那她就怎样去面对这位上司呢 当这位上司催促她去工作 快点工作的时候 她就怎样找第三个场景呢 她就去洗手间 去洗手间安静一会儿自己 去向神祈祷 求神去帮助 暂时不要被这些工作的压力 紧张的情绪所影响 让她安静一会儿 来仰望神 依靠神 神给她的平安和能力 之后能够再继续面对上司 或者面对工作等等 她这样做其实就是将自己 在工作的里面暂时抽离 来让自己冷静一会儿 来专向 归向神那里 弟兄姊妹 我不知道你的第三场景在哪里 当然 究竟有什么地方 这个都是不重要 而最重要的就是我们有一些空间 有一些时间 让我们将我们的注意力转向神那里 向神祈祷 以及祈祷 以及祈祷 祈祷 总结 所影响 我们要智慧謹慎 用圣经的教导 真理来判断事情 并且也要去把握时机 为主来去见证 对于人方面 我们要来到彼此的来到分享 鼓励 帮助 其中一个媒体 媒介就是透过诗歌 让我们一起的来到透过诗歌 去 弟兄姊妹彼此之间 有更加多的认识 鼓励 互相学习 彼此的来到建立 对于神那方面 我们要怎样呢 我们要明白主的心意 生命被神更新和改变 也都让主的话 让圣灵充满 被主的圣灵来引导 行在神的心意当中 特别在一些患难的时候 让我们能够有一些空间时间 让我们祷告来依靠主 当中我们是如何来到 诚心的来到去赞美主 学习凡事 向主来到去感恩 无论好的事情 或者不好的事情 我们都来到去向主 来到去感恩 而这个就是我们向神一个学习 对神一个信心的表现 求主去帮助我们 让我们对于自己 对于人 对于神 这三方面 让我们都有光明之子 这个特质 让我们一起的 来到去呈现自己 作神的生命的祭 不要被世俗的试探 和引诱所影响 让我们尽心尽力的 来到去侍奉 和见证神 以下的时间 让我们一同的来到去 以一首的诗歌 来到去回应神 特别是很想来到去 用诗歌去唱的时候 我们都学习两件事 第一件事 我们去唱 唱出来 而第二件事 我们都留意诗歌的歌词 这些歌词 其实都帮助我们 向神一个的表达 去告诉神听 神啊我愿意去依靠你 去将自己来到去献上 并且来到去对神 有一个学慕和信心 好吗 好 我们就这样的态度 来到一齐的来到去唱诗 让我们一起去起立 让我们一起去唱这首诗 熟世的善下 妙障众人迷惑 从各样有话后 取信同心 求煽Start 我祝你 做 better 计划 佛 dú 见 依其赛 光 求主生起我们每一个 神要在这地兴起顺同胜 受取下属地天国葬家 来伯配上十家燕烧我生 就让我这一生 为基督甘愿舍弃 来胜就你赴脱福音是味 让我这生敬礼传言摆上 去我心悲乎传言轻香生命制 就让我这一生 为基督甘愿舍弃 承言让你用爱托上探望 愿众生得见主永恒真爱 而你作地位全然将心心共业 我们一起祈祷吧 我们有一段时间 你自己先向神祷告 让我们来到去 刚才我们所听的 或者圣灵神 来提醒你一些的事情 让我们先以祷告 来去回应神 接着我再带大家来祷告 我们一起祈祷 主要说我们刚才 每一个人在你面前的祈祷 你都听到 我们每一个人 都面对着不同的情况 可能是一些困难 又或者可能是一些 顺境的情况 顺境我们要去 向神你自己感恩赞美 同样在疫境 在困难当中 我们都尝试学习 去向神你自己感恩 因为你允许过 万事都互相考虑 叫爱神的人得着益处 神啊 就让我们今天 我们听到神你自己的话语 神啊给我们的生命 让我们有智慧谨慎 懂得用神的话语 来判断事情 更加的把握时机 为主去工作 去关心我们身边的人 无论家人 同事或者朋友 主要也都给我们 学习 透过这首诗歌 成为我们生命的激励 成为我们生命的帮助提醒 亦都给我们 和弟兄姊妹 来分享的时候 我们彼此的建立 神我们更加的求你 求你让你自己的旨意 来显明 让圣灵你亲自的引导 更加的让我们有信服 你自己的心 无论在什么境况都好 我们都要坚持 我们都要来敬拜你 我们都要来跟随你 这个是我们 在你面前所立的志 主要求你亲自去带领 去赐福 去保守 帮助我们 兼顾我们每一个人的心 用我们每一次来到去 敬拜你自己的时候 就是神你自己去兼顾我们 去来到去帮助我们的时候 神我们就是这样的来到去学习 去继续去祷告 仰望你自己 求主你亲自的赐福 带领 和保守 多谢主 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好 请坐 同你旁边的那个说声 努力的追求主 认识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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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